本练习为大家讲解 描边路径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素材 打开第六章素材当中的禅书素材 讲其作为背景 使用钢笔工具 沿着书的边缘创建路径 路径创建完毕后 单击选中路径调整 路径调板 再单击选中路径 本练习为大家讲解 对其道网格与对其道辅助线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第二章素材当中的枪素材 选择工具箱当中的横排文字工具 在页面中单击鼠标 键入英文字母 在选择工具箱当中的移动工具 完成字母的键入 再单击菜单栏 试图显示网格命令 此时在图顶标 此时在图像当中便会显示网格 使用移动工具 拖动文字在图像当中移动时 当文字的边缘 与网格接触时 会自动停顿一下 这说明文字与网格进行了对齐 将网格隐藏 执行菜单栏试图显示网格 就会将显示的网格隐藏 按快捷键 Ctrl加R键会调出标尺 使用移动工具在标尺上拖动 水平标尺和垂直标尺上拖动 会自动出现辅助线 在单击菜单栏 试图对齐到参考线命令 将参考线勾选 使用移动工具 移动文字 当文字与辅助线接触的时候 会自动停顿一下 说明文字与辅助线对齐了 本练习主要为大家讲解 将创建的直线路径 转换成曲线路径的方法 所用的工具为转换点工具 首先打开素材 打开第六章素材当中的空中滑板素材 素材打开后使用钢笔工具 在页面中选择一点单击 移动到另一点再单击 创建一条直线路径 之后选择工具箱当中的转换点工具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其中的一个锚点上 此时会发现鼠标指针已经发生了改变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 此时会发现当前的锚点上已经出现了控制杆与控制点 拖动控制点便会调整曲线的形状 按灰色键确定 在选中刚才选择的路径 会发现当前创建的直线路径已经改成了曲线路径 本练习为大家讲解工具箱和调版组 在工作界面当中的显示状态 首先讲解工具箱 默认状态下工具箱会位于工作界面的左面 单击工具箱上面的转换按钮 会将工具箱在单长条和短双条之间进行转换 在上面按下鼠标左键 向外拖动会将工具箱从博物窗内拖出 此时变为浮动状态 同样单击该按钮 还是可以将工具箱在长单条与短双条之间转换 单击关闭按钮会将工具箱关闭 单击菜单栏窗口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工具 即可恢复工具箱 拖动工具箱到左面或右面 当出现蓝条时松开鼠标左键 此时工具箱又回到博物窗内 同样拖动工具箱到右侧时出现蓝条状态时松开鼠标 即可讲工具箱与调板组结合 向外拖动即可讲其从中间拆分 下面讲解调板组 调板组与工具箱的调整方法相同 单击展开面板按钮 会将整个面板组当中的标签面板展开 在其中可以选择要显示的面板 单击折叠为图标 即可讲当前的条板折叠为图标样式 在图标上单击 即可讲当前的条板显示出来 拖动组中的一个条板向外拖动 即可讲当前的图标变为浮动的条板 它与当前的条板组被拆分 讲其拖动到其他的条板组当中 当出现蓝条的时候松开鼠标左键 该条板便会自动组合到其他的条板组当中 拖动出来松开鼠标后 又可以讲其从其他的条板组当中拆分 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即可讲当前的条板关闭 在条板组当中 单击右上角的弹出菜单 在菜单中选择关闭选项卡 即可讲当前的组中的条板全部关闭 本练习为大家讲解剪贴路径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第六章素材当中的模特素材 使用钢笔工具沿着模特的边缘创建路径 创建路径后转换到路径条板当中 创建工作路径条板 公正路径 讲其进行储存 设置名称为路径1 单击确定按钮 之后单击弹出按钮 在下拉列表当中选择 剪贴路径命令 在弹出的剪贴路径对话框中 以陌生值即可 单击确定按钮 再单击菜单栏文件 储存为命令 在储存为对话框当中 重新设置一个文件名称 讲文件格式储存为Footshop EPS格式 单击保存按钮 在EPS选项对话框中 在预览下拉列表当中 选择TIF拔位像素格式 其他为默认值 单击确定按钮 再转换到扣照文件当中 讲机进行导入 通过预览 大家会发现 图像当中路径以外的区域 已经变成了透明 单击导入 默认值即可 此时图像的边缘 已经变成了透明 本练习为大家讲解 讲创建的路径 自定义形状的方法 并且来应用自定义形状工具 对其进行使用 首先打开素材 打开第六章素材当中的 机键手素材 先使用钢笔工具 对打开的素材 在人物与拿的键上创建路径 路径创建完毕后 单击菜单栏 编辑 定义自定形状名列 在打开的形状名称对话框中 设置形状名称为形状2 登记确定按键 此时可以讲当前的素材关闭 再新建一个空白文档 按照自己的需要 设置一个宽度与高度分辨率 相适应的图像 之后选中工具箱当中的自定义形状工具 在形状下拉列表中 向下拖动 即可以看到被定义的形状名称为形状2 选中后 在属性栏当中 选择相应的形状路径 或者是填充相处 即可对当前创建的图像进行绘制 这就是用路径创建形状的方法 本力制作如图所示的降雨效果 制作本力时 主要用到的滤镜包括 铜板雕刻滤镜 添加杂射滤镜 动感模糊滤镜等等 以及创建的通道混合器 调整图成和亮度 对比度等等 下面就来详细讲解 降雨效果的制作方法 首先打开素材 打开第12章素材当中的 站台素材 打开素材后 直接单击调板调整当中的 调整调板 打开后 单击该调板当中的通道混合器图标 进入到通道混合器调整 界面 在通道混合器 预设混合器中 下拉列表当中选择使用黄色滤镜的黑白 调整完毕后 会将整个图像变成黑白颜色 此时使用多边境套索工具 在人物的边缘 创建一个选区 和这是什么 脸色满色的 这些认识 是什么 有用的 两个人 是什么 再与说 调整 冷却 单击数项栏当中的添加到选区 在图像当中的压字上面创建选区 选区创建完毕后 执行载单栏选择反向命令 快捷键是save加control加按键 将选区反选 再打开调整调整调板 单击上一步返回到调整列表按钮 选中其中的亮度对比度图标 进入到亮度对比度调整界面 调整亮度 调整完毕后再返回到图层调板 新建一个图层 执行菜单栏渲染 滤镜渲染 云彩队 设置混合模式为叠加 调整不透明度为42% 再新建一个图层 将新建的图层填成黑色 设置混合模式为绿色 在图像当中发现 人物边缘边缘的光源显得特别生硬 选中亮度对比度调整图层的蒙板 再打开蒙板调板 调整一下 一块去 将边缘变得柔和一点 再返回到图层调板当中 选中图层二 执行菜单栏 滤镜 杂色 添加杂色面领 打开添加杂色对话框 勾选单色 勾选分布为平均分布 设置数量为25.98% 按计确定而言 在单击图层调板当中的 创建 添加图层蒙板按钮 为图层添加一个图层空白蒙板 执行菜单栏 滤镜 渲染 云彩命令 为蒙板 制作 云彩图层板 编辑完空白蒙板后 在使用工具箱当中的 钢笔工具 在页面中 创建路径 中文字幕装 pen转答 相当于 宝宝 云彩 8709 8708 8709 8709 8701 8709 8809 9109 8709 9109 路径创建完毕后 在单击图层条板下面的添加实量蒙板按钮 新建一个图层 转换到通道条板当中 再单击新建通道按钮 新建一个α1桶的 执行菜单栏 滤镜 像素画 同板雕刻命令 打开同板雕刻对话框 设置类型为短瞄边 单击确定按钮 在执行菜单栏 滤镜 模糊 动感模糊命令 打开动感模糊对话框 设置角度为0 距离 设置相应的距离 单击确定按钮 之后按住Ctrl键 单击α1通道的缩列图 调出选区 转换到图层条板当中 选择新建的图层3 将选区天称为白色 按Ctrl加D键 去掉选区 再按Ctrl加T键 调出变化框 拖动控制点 对其进行一下旋转 再讲其 调整 调整为整个界面打小 按灰车键 确定 调整一下不透明度 再选拖 再选择图层2 调整 将不透明度调的第一点 使图像看起来更加自然 再复制图层1 并将图层一副本 移动到所有图层的最上方 设置混合模式为颜色点淡 按Ctrl加T键 调出变化框 将其缩短 按灰车键 确定 再使用画笔工具 调整相应的硬度 画笔直径 插出图像中 多余的图像 使用橡皮擦工具 插出图像 这样做的效果是 在地面当中产生一种 类似于水坑的效果 制作完毕后 使用橫排文字工具 在页面中 进入黑色文字 单击 选移动工具 完成文字的键数 按照Ctrl键 单击文字图层的数列图 调出选区后 执行菜单栏 编辑 定义画笔设名 设置名称 单击确定按钮 将文字图层隐藏 按Ctrl加递键 去掉选区 新建一个图层 再使用画笔工具 选择刚刚定义的画笔 将前景是设置成白色 在页面中 相应的地方 单击鼠标 之后调整一下不透明度 详细 盛 优优独播剧场혔 感谢观看